各位你們好 歡迎收看KMS LIVE 頻道 我是阿蘇Johnny So 上次講到我的車未上排 今次已經上好牌照了 今次是跟大家講下我的車加裝了些什麼 首先我加裝了個防熱球 是防止倒車的時候 車會直接碰撞到地下 令到車上面的元件破裂 至於安全性來說 護手當然是不可以少得的 大家看一下這個護手 我選這個護手的原因是因為它外面是金屬的 變成如果跌車的時候 它亦都可以起到一個保護車身的作用 這個水箱護網亦都是加上去的 晚上行車 一定是不可以少得射燈 大家看一下我這個座位 亦都是度身訂造的 到後鏡 加裝一個副後視鏡 就可以讓我看到的視野更加廣闊 需要行車安全 行車紀錄儀當然是必不可少 我這個行車紀錄儀是前後鏡頭的 至於行車紀錄儀的顯示屏 我就安裝了在儀表的上面 我在前鋒檔那裏加裝了一個支架 用來安裝其他的設備 當然要長途旅行 手機支架亦都是不可以缺少的 我這個手機支架是帶有無線充電 還有加有防震的 這輛車的排氣管是在車的右邊 而我在左邊加裝了一個箱 用來栽放工具 我這輛車是有機會騎兩個人的 但是大家看一下 它只得三箱 只可以栽放一個頭盔 如果下車的時候 另外一頂頭盔怎樣算呢 各位來這裏看看 我這輛車在這個位置安裝了一個頭盔鎖 這樣另外一個頭盔就有地方可以放 這輛車自帶有12伏和USB的充電 但是都是車頭的 如果我在後面 需要用電的話 就有點不方便 所以我從車的電源 帶了一個出電口 在這裏 它是連接哪裏呢 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設計是會連接入我的 三箱的側箱裏面 這樣我就可以將手機或者用電的設備 放在箱裏面來充電用 當然這一個充電口不只是出電的 入電也是可以 即是說如果裏面電池不夠電的時候 我可以用充電器插在這裏 就可以為我的車電池充電 這輛車有一個幣端 就是車後的指示燈 因為裝了三張支架的關係 有機會會阻擋顯示燈 等後面的車看不到 所以我就在這一個位置 加裝了左右的指示燈 等後面的車可以清晰看到我的方向指示 三個箱我都加了反射條 等晚上行車的時候 後面的車容易可以看到我前面有車在裏 在左右側箱那裏 我加了幾條膠電 防止倒車的時候 都可以起到一個保護側箱的作用 再次就跟那一陣子一樣 最後下雨了 來聊天 呼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